美国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穆冷率跨党派资深代表团一路风尘仆仆 外交部长吴钊燮亲自接机一一跟他们互碰手肘大招呼 本次拜登访团传员包括前国防部政务次长傅洛伊 前白宫副国安顾问欧苏利文 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葛林 以及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麦爱文 这也是拜登继去年4月之后第二次专程指派前官员组成代表团访台 传递对台湾的民主承诺 可见台美关系的重要台湾地位的重要 以及美国重视区域和平坚定支持台湾的态度 美国特使团在3月1号4点13分抵达松山机场 3月2号总统参议文设宴款待 访团旋风式来台30个小时就会离开台湾 不过在乌俄关系紧张之际 美国特使这时来台这个时间点 让台海局势更加敏感 美国应该是要希望台湾能够再次的向美国保证 会尽快的达到全国全年的国防支出 占GDP的3%或以上 会不会民主党政府正好趁这一个绑团的机会 他先蓬佩奥一步 先澄清一些蓬佩奥可能会指责民主党在台海政策的一些不作为 或者不当作为 把它澄清之后呢 蓬佩奥在台湾对于民主党的杀伤力就低了 但是呢我们就看到台湾也因此卡在了民主党共和党之间的政党选举角力之内 对于台海地区对于台湾的安全 仍然相当的重视 所以我想应该是这两层一样 拜登五巨头此次来台跟台湾很有渊源 不知葛林述度访台跟国防部部长有关联 傅洛伊也曾经来台跟时任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碰面 麦尔文也在2016年 随任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塔吉来台访问 不过近日美国参众两院访台时期巧妙 引发两党争夺话语权的议论 在对台军售上面都想要分一杯羹 也考验蔡政府向美国说不的能量跟骨气 记者石温贤 李嘉瑜 台表达